是小餐980分的辣椒炒肉 你们吃过吗 什么辣椒卖这么贵 走踢馆去 你要服务员 要一个980那个齿椒炒牛肉 再帮我拿一个那个漂亮盘 好吗 盘都比较简单 起码都是白的 了解了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哪里 哈哈哈哈 被粉丝认出来了 一会儿他们给我端上菜 会不会特别定制呢 我希望不要 我们是正正进来踢馆的 他这种形式做起来 让我感觉它有点像那个辣子鸡 就是有一种我要在这一大群辣椒里面搅肉 那我们先别搅肉了 先请出今天的踢馆嘉宾 我家楼下33亿份的正宗齿椒炒牛肉 脱胎换骨 刚刚打开的时候 可以闻到清椒的那股清新的香味 尝一下它味道怎么样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牛肉切得有多厚 可以成一个椒 不吹不黑 它真的很好吃 就是它的肉切得很大一片 又嫩又滑 然后肉带了一点点椒香 有个蔬菜的清甜味道 但是你吃不出任何的辣味 真的很广东 哇 爱了爱了爱了 既然这个33亿椒炒牛肉都这么好吃 那这个980的辣椒爪肉 它到底味道如何呢 我们来试一下 刚上来的时候 我可以闻到那种很浓郁的干辣椒的香味 它的摆盘造型比较壮观 我不得不提一下 它很像辣子鸡 现在呢我们来尝一下它的味道到底如何 朋友们这道菜跟我传统印象中的那个齿椒炒牛肉 它完全就是两样东西 刚入口它是那种很重的酱香味 它有点像黑椒牛柳的味道 外面是那个薄薄的 焦焦的里面呢 特别的柔软 然后牙齿一咬下去 感觉有点像挤海绵一样 你一挤 牛肉汁水全会渗出来了 带着满满的油脂的香 嗯 是还不错 但是可能是我这个小山猪有点吃不了这种细糠 我真的不是挺喜欢这种高等级的牛肉 去用在我们家常菜的料理上 为什么可以卖到980呢 就因为它这个牛肉还不错吗 咱家这个齿椒炒牛肉它做了什么创新吗 980这个定价它是根据什么来的呢 980还是10才 980还是10才 好的 那谢谢了 M12这个等级的牛肉它确实价格会比较高 当然这个也是有一些异家 我也不知道今天是踢馆成功了还是踢馆失败了 你们觉得呢 我真的没有在说什么 真的很好吃 你不来一点吗 我要吃